善良永远是善良的创作者 索福克·勒斯 善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起初看起来好像很尴尬 好像我是个骗子 毕竟有真正的英雄 他们的工作是帮助消防员 医务人员和治疗师等其他人 好的消息是我们都有机会 成为善良的英雄 而且不需要那么多 他可以像微笑 拳头碰撞或拥抱一样的简单 善意的表达是无限的 即使最小的善良行动 也能产生持久的影响 一句善词是一个更美好世界的父母